今天要為各位轉播的是天梯對戰 由來自挪威選手viper 對上來自挪威選手MBL 那雙方文名是日本對上法蘭克 那這兩個文名都是 世紀帝國二代的 第一期文名 是元老級的文名 那法蘭克 作為這個 第一代 第一期文名 在文名裡面 我都是把他稱為這個正宗馬國 這個微軟的乾兒子 為什麼呢 因為法蘭克簡單粗暴好上手 經濟不錯 後期有 192滴血的遊俠 然後便宜城堡等等的 這些加成都是非常 直接性的 基本上你只要簡單的打個馬爆 法蘭克 這個不會太差 那法蘭克在天梯的勝率 不管是哪個分段 都是高於50%的 綜合加加起來 也幾乎快到55%左右的勝率喔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不管你是新手 還是老手 法蘭克都是非常萬用的文名 那viper這邊玩的是日本 那作為第一代的文名 日本 他大家都知道 他有強力的步兵線 那日本後期是稍微弱一些些 陣地戰可能還要用這個箭塔 來彌補一下自己的 輸出 那日本的前宗盤 有這個譬如說把木場 木材減免 然後 步兵的攻速有提升 前期打如果是打什麼 裝甲塔裝甲開局的話 特別的強 但是viper 不太打裝甲開局 所以來看一下這一盤 他是怎麼打法蘭克的 剛剛有這個文明 日本幾兵戳法蘭克當然很痛 但是法蘭克有直撫兵 也可以康德到日本 所以 其實打到大後期 不好說 不好說 假設打到大後期的話 日本可能比較好 如果黃金都吃乾乾的話 但是如果 那怎麼講呢 法蘭克打日本 你們自己覺得哪個文明 在帝王時代比較有優勢呢 好 操作難度應該是法蘭克簡單 但是 日本打法蘭克 後期對決 我覺得日本可能在我心中是一跳 好這邊 這一集的開場 開場介紹的蠻多的 我希望未來那影片 你可以更多的講解 前期的開場 如果大家覺得 介紹的有點 多 有點煩多 你也可以直接跳到 弓箭時代 那我們 世紀帝國一直都有新手加入 所以我都會一直講一下 文明的特性 講完文明的特性之後 來看一下雙方的地形 MBO這裡是竹金在後面 石頭在後面 他這個圖 基本上是天圖 然後墓區也非常的OK 平均發展 沒有任何高地 爽死 這個 天圖 天圖 Viper這邊看了MBO的圖 應該 不知道會不會打明兵胎 我是覺得應該是不會 應該是不會 沒關系看一下 哦打連我嗎 均勻 但是這裡已經先下墨房了 沒辦法直接打黑塊 看他先點封建 再升民兵 還是直接轉其他的東西 呃 viper這邊看一下MBO加 VIPER 以這樣子的地形來看的話 打裝甲沒有用 高手的防守都很強 打裝甲不一定有用 順帶一提 有兩位玩家 很不喜歡打裝甲 第一個是viper 第二個 Larry 他在玩日本 比賽局 有說過 日本是他的招牌文明 可是在這個 沙漠之王 特別是去年 他有打的比賽裡面 他只打過 日本一支民兵胎局 他從未打過三民兵胎 哦那 關於為什麼呢 當時我也跟Yoro Jackie 稍微討論一下 原因就是因為你那個民兵 你出三民兵也殺不到 你只要有稍微亂到對手的村民的效益 民兵就值得了 哦跟我們一般的 就是對局 哦你有殺到村 我殺兩村 你才有回本等等的 我這些觀念是稍微不同的 那這邊只是順帶一提 講一下 ok 那這邊MBL上來是十九春點這個馬舊 這也算是正常騎手嗎 viper 這裡 如果是一個馬舊 也是說我現在的聲音是不是有點沙啞沙啞的 呃沒錯 我剛打完直播 然後洗個澡 應該是早上的 7點半 然後我們錄片 呵呵 偽之行程 這間影片在 呃我不在的時候 可以陪大家一起度過 MBL圍著什麼東西啊 日本人的power啊真的 哇 其實真的哦 你每一次對到日本 你你家裡都是會先小微的 因為日本的裝甲塔 或是裝甲開局 不要想塔 裝甲 四季帝國前期數一數二強 那這邊MBL看到 viper是一個馬舊開 哦被騙 圍的那麼窄 哦圍的那麼窄 那也沒關係啦 反正都圍住重要的村民就OK 我覺得viper這裡是肉馬開局 誒說真的 viper這一把肉馬開局 有一點小意外 因為正常都是 民兵開 轉小弓 射箭場打一打 viper這一場是一個肉馬開局 但是他不是在亂打 我等一下會講到 我這個肉馬開 其實有時候打法蘭克 我覺得 雖然對手的肉馬很強 但是你也打肉馬開局 我覺得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如果你打小公開 因為一樣 法蘭克他的肉馬太強 他等一下機體 甚至一級防點上來 直接硬吃你長槍兵 你可能會被洗掉 你會打小公開 關於打法蘭克 大家覺得 你會 民兵開 讓他肉馬去揍你 然後他的肉馬又很強 還是你會打一個直接上來小公開 做防守 還是肉馬開局呢 也歡迎大家在影片下方討論 因為法蘭克一直以來他的勝率都太高太高 好 太好上手 透過這一盤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 每一個分段 如果你願意分享你的分段 當然是更好的 給大家參考參考 法蘭克肉馬開局 你覺得 你要用什麼樣的開局來應對法蘭克呢 我帶他幾次王毅 想想 那Viper這盤是日本 但是他肉馬開 然後MBL這邊帶很多長槍兵 MBL封建都打得很兇 我最近打很兇 Viper這邊已經有輪軸了 30吋打33 Viper慢慢圍 圍死 後面目前沒圍 局部防守 那跟大家講一下 Viper他不太會像是一般人全部圍死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只要能到什麼時代 他本身個體就是3TC為主 有3TC後面有沒有為 其實對Viper來說就是還好 後面看他反應而已 這邊MBL還轉了一個射箭場 該要有的他都出了 直接打一個大封劍 法蘭克大封劍也是非常殘暴的 肉馬開轉任何東西都非常殘暴 法蘭克這文明先不講文明對文明 他為什麼會有55%的勝率 他從封劍強到帝王黃金乾掉之前 我覺得是這樣 反正就非常噁心 比賽局會少出一點點 但不是說不出 我在阿拉伯沙漠之王裡面 他不是不出 稍微少一點 至於為什麼他怎樣我會說 36吋打39 Viper這邊 之前補了兩個射箭場 因為MBL一個大封劍 那之前有講到有一場 好像是Viper薩拉森打薩拉夫 MBL也是打一個超級大封劍 但是 他是輸的 我在牧區的爭奪他是輸的 那這一場他用法蘭克又打一個大封劍 先不管MBL到底是想要怎樣打 我這個對局每次比賽局裡面看 看 Viper的對手 我不管是誰 除了Mr.Yo以外 很多玩家打Viper都是打打前中盤 我類似像這樣子 能先封死Viper就先封 因為他營運還是一樣很強 雖然他現在反應很慢 OK 這邊 Viper有兩個射箭場出小弓 一級射一級防都點起來 稍微夾一波 MBL是12村打39 有 對 經濟的話雙方都差不多 我這邊一波交戰 Viper這邊有把肉馬稍微往後拉 目的就是要把小弓 這裡的長陽兵吃掉 這邊一波交換最終 從Viper的控兵 小勝一點點以外 他還有這個機體 他還有這個機體 然後Viper這邊四個射箭場 好 他要打什麼呢? 為什麼會四個射箭場 答案很簡單 他要打馬公 為什麼線上比賽法蘭克 比較少人拳 就是因為法蘭克 比較明顯的怕馬公 但是法蘭克算是 作為馬國文明理念 比較不怕馬公的 我覺得 因為他有便宜的城堡 跟不錯的經濟 後面要轉毛兵 其實還不錯 蠻容易轉 當然打到帝王 法蘭克的毛兵 是沒有三級射 但是Viper這裡是四個射箭場 那這邊為什麼有四個射箭場很簡單 也是因為 在大封劍的過程中 村民比較多 殘留的比較多 可以去負荷到四個射箭場 但其實嚴格說 嚴格說應該三個就夠了 因為畢竟日本不是兇人 但是Viper這裡直接按了四個射箭場 這是打馬公的流程也 需要個幾千場才有辦法非常順 你打強軍是 馬公是木金單位 那你TC什麼時候開 那你單TC 馬公沒有打贏 怎麼辦 沒有TC 幾隻騎士 串進來殺到你村怎麼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Viper怎麼打 上來第一個 事情是四個射箭場都有馬公 生產 二級射 二級木 ITC 我順帶一提日本其實馬公是可以玩的 他機體是全滿的 然後這邊點的跑速 二級射連二級防都點 MBL這邊上來趕快也是開了一個PC 那MBL這邊是純正的馬國配置 反正兩個馬就先出騎士 法蘭克不出騎士 恩 打工兵 日本又打了一個四個射箭場 強軍是法蘭克 恩 遇到Viper這樣打 現在要轉兵也有點難 那你要 打這個工兵的話 你也要三個射箭場之類的 那數量可能才會起來 所以這裡 第一波交戰 雖然沒有劍血 但是這邊MBL 可能沒有想到Viper要打一個馬公 好 這邊 四個射箭場 村民往後拉 那Viper現在 很可怕的是 他的調配真的很強 這邊他已經 把一些村民農田的換去 牧區 不需要那麼多的田 然後這邊大爆射一波 然後這邊大爆射一波 又趕快開3PC 法蘭克最怕的就是這個 法蘭克要嘛你就是城堡上來 直接毛兵 要嘛你就是先騎士再轉毛兵 這是最穩的 那 騎士接毛兵這個過程中 是有個過渡期 怎麼接呢 直接蓋城堡嗎 挖石頭嗎 還是怎麼接 所以這一盤也是我自己想要學的 這邊馬公出來 後面做防守 前線有馬公 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在玩馬公的時候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玩馬公的時候 我在玩馬公的時候 我所有的馬公都會在前線 但是不會殺到人 所以viper他現在有一對在後面 一對在前面 當然現在因為mb有在 後面有人在亂 但是viper實時有在提防說 對手其實會衝進來 前線的馬公 只要有做到燒了 不一定要殺到村 就ok了 只要他有帶到遊戲節奏 就ok了 但是我在單挑1500分的時候 我不會的 但是你來到17001800 你就會有這個思維 那後面還有更厲害的思維 也跟可能要等我慢慢打上去 或是怎麼樣 慢慢理解才知道 總而言之 viper這邊 反正就是馬公 盡量繞這個牧區 繞牧區 讓他的做事效率降低 沒有這邊開始轉毛兵 流程ok viper3TC 也ok 重點是沒有死村 沒什麼 沒什麼死村 那現在問題點來了 viper他現在 蓋了這個前置BK 也是非常的關鍵 因為法蘭克他城堡很容易就開起來 他轉戰毛 你沒有頭死車 你很難倒 那這個時候 除了凶人以外 除非你經濟真的是非常的好 不然 不太推薦你現在轉青奇兵 或者轉騎士 我不推薦 對 我覺得viper這個前置BK 是最好的打法 凶人的話 沒比他可以轉青奇兵 因為他 其實城堡那個便宜馬公出來 剩的 錢很多 現在viper一樣把那個馬公的數量 定可能的最大化 然後用頭死車來打 不騎士 你還要去點 機體什麼的 那其實viper這一場其實也可以點騎士 但是他選擇的是 我不用直接灌倒你 我不用直接把你的戰謀給砍死 我只要我做到騷擾 然後一直都可以看到viper 他玩馬公的 這個哲學就是在於 他家裡的防守滴水不漏 以這一盤來看的話 確實是這樣 因為打馬公文明 如果你是man馬公文明的玩家 你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騎士串進來 你很容易死 馬公在沒有彈道學的情況下 他串進來你很容易死 但是viper這一盤 他做的非常好的事情是 他的馬公只是來騷擾 他後面還有馬公做防守 已經在提防了 讓mbl這一盤 就完全沒辦法做到事情 加上法蘭克本身 就有點怕馬公文明 當然日本不是馬公文明 只是viper把它完成下馬公 非常精彩的一手 現在92吋打80吋 大家可以看到 mbl這邊的限制提升 非常的高 非常的久 中國第一選手 也有說 在你層出上來 為什麼盡可能不要 打大量的戰毛 或是直接上長槍兵 這樣子的思維 原因在於 因為你層出 你需要 基礎的資源 食物跟木材 去爆經濟 去開TC 所以 出肉精單位 或者是木精單位 可能相對來說 是比較好一點點 那這個又會牽扯到說 最近 這個小道 這個吃瓜 前陣子 Hera 跟Niddy的這個 提示跟長槍兵的這個 這個 那怎麼講 哲學嗎還是什麼的 啊 啊 這邊直接吃啊 高地馬弓 二級車二級房 繼續 這一盤真的打得很漂亮 就是法蘭克勝率真的很高 大家可以稍微去國外的網站查一下法蘭克整體 勝率無數趴 日本 有50嗎 差不多差不多 哦 但是viper這一盤真的是打得行雲流水 太好看了 我一直也好想要學這個東西 那這一次複習到viper他的馬公司怎麼運作 一對前面一對後面稍微做防守 如果有馬來衝進來你家的話 你稍微有提防 哦 然後3TC一樣要開一下 不然你的防守會有一點 難受 哦馬衝進來你會有點難受 然後 數量盡量要mass起來 對手如果出戰毛之後 哦你可以考慮 如果看你的經濟量 如果你要轉騎士也可以管騎士 或是你要開始做防守 上帝王也許ok 但是如果你要最穩的話可能就是投資車 我投資車直接上來 然後一樣馬公繼續按下去 把這個優勢擴大下去 我覺得viper這一盤打得真是非常精彩 那miel這一盤其實沒有犯太多的錯 只是他這個兵種可能沒有想到 對手是打馬公 但是如果你是法蘭克玩家 你應該知道其實法蘭克騎士硬起來 經濟起來城堡開起來 正常來說啦 上帝王的時間不會太晚 三房格子嗎 刷一波馬公也是會死 馬公如果 呃 經濟沒上來 然後又被你串到一波的話 其實馬公的勝率 也許也沒有法蘭克高 所以你要說miel打錯嗎 i don't know 歡迎大家討論 我覺得這一盤 可以討論很久 我送給大家 那這集的轉播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